今天是一期很接地气的小个子穿搭 众所周知 混迹日本娱乐圈的女明星 个子普遍都不够高挑 即使是昭和末期 三大哥机之一的小全金日子 也才拥有一米五三厘米的身高 但当她穿着宽松大衣出场的时候 却丝毫没有偷穿大人衣服的感觉 这除了得益于她那张五官精致的脸蛋 很容易让人忽视她的身材外 日常出镜的服装 也特别注重体现身形的上下比例 1988年 一部剧情很欢快 画面很养眼的喜剧电影《快到卢比》登陆了大荧幕 影片里比时才22岁的金日子 除了展现了惊人的美貌 她可爱中带点性感 古灵精怪中带点浪漫的时髦着装 有着独属于那个年代的日系风情 他们不像同时期的美式女装那般映朗明艳 充满色彩的张力 也不似同时期的港风女装那般净显潇洒之姿 而是尽量淡化了年代服装带给时代的刻板印象 用以突出穿着者本身的形象和特点 但在某些场景里又能看到复古时装的痕迹 金日子在这部电影里很多戏服的设计 甚至是发型的搭配都体现了这一点 影片里她配色最好看的一套戏服 是这件圆领针织衫搭配牛仔裤的着装 短袖款式的套头针织衫 把衣服的下摆塞进了高腰设计的牛仔裤里 用以拉长下半身的比例 银白色的珍珠项链和耳钉 让粉蓝颜色的着装更有吸睛的亮点 更让整个戏服造型散发一丝时代美人的风韵 那一顶装饰了繁复花卉的帽子 套在金日子的头上很是吸引眼球 让很日常的休闲着装瞬间变得高贵起来 同一条牛仔裤和同一根珍珠项链 还搭配了一件帆领衬衣出紧 衬衣的版型并没有因为金日子娇小的身形而裁剪得很修身 反而采用了稍显宽松的版型 使得简约的着装也能展现出时髦感 这套服装外出的时候还外套了一件亮漆皮的风衣 比起雅光布料制作的黑色风衣更有视觉的亮点 衬衣的大翻领还与风衣的领子交叠在一起 凸显了搭配的层次感 影片里金日子很多黑色的大衣都与白色衬衣搭配出紧 像这件英文风的挺过大衣 内搭的白色衬衣还系了一根黑色的领带 大衣扣眼上别着的大红玫瑰 与演员娇艳的红唇组合在一起 配合那一头黑长直的头发 让原本横板正的造型多了一丝前卫的气息 金日子在天台上穿着的黑白服装 也采用了这种点睛的搭配法子 外面的大衣依然是黑色 里面的衬衣也依然是白色 但金日子头上的蝴蝶姐和脚上的袜子 都采用了大红的配色 这让黑白颜色的单调服装也变得不那么乏味 甚至还让穿着者多了几分古灵精怪制度 但金日子的长外套不都是全黑的配色 她也会穿到卡奇颜色的长外套 像这件衣领式豹纹毛皮的大衣 就是浅卡奇的配色 尽管采用了很宽松的剪裁 但腰间那一抹腰带 却恰到好处地界定了上下半身的比例 内搭的高领毛衣还增加了着装的装重感 当然金日子的外套也不都是长款的 她蝙蝠袖款式的针织外套 因为版型特别地宽松 为了不压低演员的身高 就采用了超短衣摆的设计 针织衫之下是一件浅灰色的衬衣 尽管整个造型都使用了很深沉的配色 却依然能体现出搭配的层次感 接地气又不会显得很普通 还有这个黑色棒球服的造型 它的视觉层次感 却是通过服饰不同的颜色来反衬的 轮廓的清晰度会更明朗一些 短裤与丝袜的组合 在那个年代可谓是时髦一场 而同样与短款丝袜配套出镜的 还有这件质地很柔软的衬衣 因为裤腰处设计了一圈撞色的卷边 所以这套深颜色的服装 在白色帽子的加持下 也很有吸睛的亮点 但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今日子的戏服还是以长裤为主 比如搭配这件长黄色短款上衣的 是一条腰间 别了金色链条的长裤 还有这件大红色的短袖T恤 它是与一条非常修身的黑色长裤组合出镜的 干净利落的裤子 更容易拉长腿的比例 可以让今日子的身形看上去不那么矮小 整部电影里 今日子唯一一套裙装的戏服 是这条红黑白配色的连衣裙 比起其他戏服 这套裙装给人的感觉稍显累赘了一些 三种颜色虽有主次之分 但比例的分配 却没有做到一眼精妙绝伦的效果 不可否认的是 红颜色的戏服 很衬今日子这样精致的五官 整个形象都变得明艳大气了起来 当然如果有今日子这般美丽的长相 怕是任何风格的衣服都能轻松驾驭 影片里今日子西装配小原帽的造型 它也能穿出复古时髦巾的感觉 它还能轻松hold住布满印花的外套 甚至紫毛衣搭配花裤子的造型 验人穿肯定是大灾难 套在他身上 好像会过滤掉那一层相同气息 尽管快到卢比 是经典好莱坞式的剧情电影 但作为一部喜剧 它是非常合格的 看完以后 人的心情会无比的舒畅 这种舒畅 不单单只是因为它有无比欢快的剧情 美女与帅哥 及时髦服装组合而成的养眼画面 也为电影的喜剧色彩增色不少 那么今日子的哪一套戏服 你最愿意收入自己的衣橱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